其實他推出第一首歌Six的時候 這首歌已經是差不多做好了 我想他們的風格跟外面有點不同 不是說只是香港 只是韓國 日本 就是很有自己Six的風格 那他們是甚麼風格? 我覺得是他們有少少Retro 但又是有很多新的聲音在爆撞著 因為其實這四個女生 雖然認識很多新歌 很up-to-date的歌 但他們因為比賽的時候 唱了很多舊歌 他們很喜歡聽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的歌手 所以我覺得Retro也挺適合他們 為甚麼歌曲或八九十年代歌手的歌曲 會吸引到你們? 講到故事出來 可能歌詞和旋律雖然會簡單一點 不過也很有意義 可能張國榮和張學友的歌曲 都很觸碰到人 我覺得 怎樣? 我覺得以前的歌曲 像以前的歌曲 以前是聽BGs BGs? 我愛BGs 是否ACDC? 我愛BGs ABA 很喜歡ABA ABA很喜歡ABA 但我覺得現在的歌 全部都關於表演 有很多adlib和riffs 他們不能說到的意思 說到的故事 但以前的歌曲 可以簡單一點 但真的可以觸碰到別人 Kini很喜歡李克勤 很喜歡 很喜歡李克勤 李克勤有很多不同的年代 你最喜歡的李克勤 或者她的歌曲是哪一個年代 或者是哪一首 大約是哪些作品 是你的playlist裡面都會放在這裡 我很喜歡 大會堂演奏聽 我唱到 因為我咬字太差 但我很喜歡這首歌 一圈圈 阮兆祥 天恩 總有一圈圈 中美 一天不見 就如隔三昌 但這班朋友 沒見成年了 不知不覺間 原來一年前 上次上來的節目 閃閃眼 他們比以往大了一年 但還是很年輕 四位朋友 都是14至16歲的朋友 亦都是我們 香港 香港應該是最年輕的女團 這個可以說的 是呀 但其實 長先生他們已經15至17歲了 我不是想確認你 但在那些小孩的世界 那三個月已經很大分別 你還會加多一年 各位聽到 有郭偉梁先生 Garry 梁先生也知道 今天我們圈中的嘉賓是 SING 啊 啊 哇 爆了 都化了什麼 短暈 好 先告辭 招呼 Hello 大家好 我是Crystal 梁代盈 今年17歲 Hello 我是Charlotte 馬雲契 今年15歲 Hi everybody 我是Keeley 我也是17歲 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e 楊炳 我16歲 半 多過半 少許 哈哈 真的 我對她來說 真的 我三個月 或者半年 對她來說很重要 很重要 尤其是女生 男生也沒那麼覺得 因為 女生 Charlotte 14至15歲 那個思維 身高 已經是差很遠 對呀 Charlotte真的高了 她高了很多 真的 多謝 哈哈 哈哈哈哈 為什麼你是立意想增高的 沒錯 哈哈 因為我經常 之前比賽 星夢2的時候 我經常都是套上去的 之後 所以我要穿高一點的鞋子 雖然這個不是增高的方法 但是也可以標誌一點 還有可能做運動 吃多一點東西 哈哈 你有什麼增高方法 做什麼運動 你最喜歡 睡覺 哈哈哈哈 真的 我知道 睡得多是會長高的 而且發燒是會長高的 發燒 怎麼可以發燒 那我不知道 哈哈 我當然不會推廣這件事 哈哈 就是有些人用腸胃炎來減肥 是建議的 就是那種感覺 沒錯 今天他們就跟我們推廣他們的新歌 叫做 Pretty Good 這首歌當然是Eric Hawk作曲 填詞方面有林若寧 還有英文詞方面就是Eric Hawk做的 就是那兩句 對不對 How you doing I'm pretty good 哈哈 有半句都是 都是填詞人 都是有份的 在這首歌裡面貢獻 Pretty Good這位朋友是 Leon Acker 是 他在內地 我們合作了很久了 是嗎 Leon Acker 我出來說 他是不是Leon和Acker加起來 這首歌 我可以說了 Pretty Good 好了 這首歌也是監製Eric Hawk 我先問一問作曲人監製 這首歌是在什麼狀態 為他們量身訂做的 要不要徵求他們的意見 你想做什麼快歌 你要韓式一點 美式一點 還是怎樣 有沒有問過他們 當然沒有 哈哈哈哈 先大一點 大一點才會問 我都會有時問問他們 接下來的那首歌的歌名 你們有什麼意見 哦 歌名 他們給我很多一些很不動的名字 哈哈 例如呢 我們說了BRO 對 因為我們第一首歌叫Sisers 那我們就想第二首歌叫BRO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不動的 哈哈 如果女生唱BRO 就真的 哈哈 有些 特別的 有些特別的 哈哈 特別好事來的 哈哈 但有什麼情況 不如你選歌名 是你先給他一首曲聽 還是怎樣的 不是 純粹 上次就好像是臨上來 做訪問之前 我們在下面的Lobby 聊天的時候 哦 純粹只是這樣聊 就是歌名 有什麼歌名 你覺得很棒的 是的 那很多的 BRO 那些都出來了 我只記得BRO 哈哈 都不要記得了 那之後你就開始 不如想一下 有什麼歌 去適合他們唱 是不是 其實都 他出第一首歌 Sis的時候 這首歌已經是 差不多做好了 哦 我想他們的風格 跟外面有些不同 不是說只是香港 只是韓國 日本 就是很有自己的Six的風格 那他們是什麼風格 我覺得是 他們有些少少Retro 但是又是有很多新的聲音 在爆撞著 因為其實這四個女生 雖然會很多新歌 很up to date的歌 但是他們因為比賽的時候 唱了很多舊歌 是 他們很喜歡聽80年代 90年代的歌手 所以我覺得Retro 有些也挺適合他們的 為什麼這些歌曲 或者80年代的歌手 會吸引到你們 就是說到故事出來 可能歌詞 算了 雖然可能會簡單一點 不過都很有意味 我覺得 可能張國榮 張學友那些歌 都很觸碰到人 我覺得 嗯 嗯 怎麼樣 我覺得 以前的歌 像以前的歌 像以前的歌 以前 可能會聽BGs BGs I love BGs 是否ACDC ABA ABA O-Soul ABA很喜歡ABA 哇 但是我覺得 現在的歌 每一切都關於 show off 有很多 adlibs 和riffs 他們可以 說到的意思 說到的故事 但是以前的歌 可以簡單一點 但真的可以觸碰到人 Ki-Li很喜歡李克勤 很喜歡 很喜歡李克勤 所以 李克勤有很多不同的年代 哈哈 你最喜歡的李克勤 或者她的歌曲是哪一個年代 或者哪一首 大約是哪些作品 你的playlist裡面都會放在這裡 我很喜歡 《大會堂演就聽》 哈哈 很喜歡 你這樣唱 我唱到 因為我咬字太差 但是我很喜歡這首歌 《月半小夜曲》 嗯 《大會堂演就聽》 對不起 我多說了 她應該認識那首歌 但是她忘記歌名 是 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 她的咬字 還有她可以說到的故事 真的很好 他跟我們一起聊天 真的很有趣 很有趣 當初是參加比賽 所以聽多了李克勤 還是家人給你聽 還是怎樣接觸的呢 不是 我爸爸會跟我一起聽 就是第一首我聽過的廣東話歌 是《大會堂演就聽》 噢 Soy dass Nei Soy dass Nei 想不到 第一首廣東歌 但《大會堂演》 不是《燒燒燒燒燒》 但我還是很喜歡 MVs 對 因為那些廣東話 或者那些中文很深的 知道嗎 所以 小小小小小小小的 並無人伴我行思即了 是呀 很多諜字 好 OK 那當然呢 剛才所說的 曲我們希望能夠做到Retro-Phil 有些新東西 但呢 確實呢 歌詞很密的 是呀 這其實挺難到他們的 我看得起他們 因為他們唱功 其實真的有差不多 所以我不想給他們一般的船 因為我知道他們一定能夠持續 但這首歌最難的不是錄的部分 而是直播跳唱的部分 因為他們跳舞的部分 唱著這些很密的字的部分 他們的腳動得很厲害 我看到他們的腳步 很厲害的時候 你其實很難唱得到 很難的,你要適合音 那你就要怪Charlotte吧 Charlotte是伏特牌舞的 牌手這麼難的舞 我的部分是沒有動得那麼厲害 因為我是排歌曲的部分 所以是比較多手勢 或是有記憶點的動作 但那些舞蹈不是你做的? 不是啊,是有其他排舞師幫我們編的 無關她的事 如果你能夠維持的話 就你自己排過去吧 那個舞蹈其實也是 我是有給一點點想法 是類似那個動作 但可能老師就改良了一點點 再深一點點 對,再跳多一點 那你們一起唱跳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很困難 那天在跳舞的時候 要唱起來 一點點的 我覺得還可以 對我們來說 練多幾次 就是練一下 因為我們其實要練那個呼吸位 因為很難是一句很長 所以你跳的時候 又可能有累 然後唱的時候很累 所以你要找對那個位 就是偷偷去吸氣 偷偷 Crystal啊 那穿著滑雪妝跳舞 難不難? 哈哈 我是K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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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e Kate 我覺得整件事很新奇 因為我們之前在香港 是有去過室內 玩過 試過滑雪 最後在MV上 可以穿到滑雪衣 是很有感覺 而且那裡很冷 因為是廠景來的 穿著滑雪衣 就好像有滑雪去玩的感覺 而且大家很隆重的整件事 又戴上眼睛 又戴手套 真的好像去滑雪 因為那時候我跟我太太說 因為她是Image Director 我說這首歌 你可以去盡一點 我想他們開始 第一首歌就是 時時時正正要漂亮 第二首歌就是 柔子的Style 做一些天馬紅紅一點 就可以了 我們就想到 因為她看著我們的舞 很多腳動來動去 她就覺得這款舞 趁這隻衣服跳下去 就會很帥 所以就買了滑雪衣服 然後就把裡面滑雪衣服 最熱的東西 就全部都抽出來 只有殼而已 只有殼而已 所以不是真的 即是內膽已經全都出來了 那一支東西 拉拉鏈拉走了 我這麼辛苦 那不就有那一支 那不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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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MV當中拍攝時間 又跳得久不久 你們是否辛苦 跳了整天 我們是早上 好像7點多開始發妝 之後跳到好像凌晨12點 是會辛苦的 但也很享受整個項目 我記得我中間是累得 我開始抖雞眼了 你一累就會抖雞眼 我不知道 我是那天才發現自己會抖雞眼 突然跳一跳 Erics近來就看 你看不看到我的手指 你會抖雞眼 你會抖雞眼 我很害怕 因為我以為我會去不回正常 所以我抖雞眼 我是很害怕 很恐怖 那麼多時候不發現 在拍MV的時候 就是那個人 永留 就是永留底 我很害怕 我是不斷祈禱 麻煩你明天去回正常 不過是很好玩 有這些記憶 翻完位 喂 我好多次 我不斷 OK 看這邊 不過 可能因為發了 拍了之後 就不會那麼明顯 可能說到現在 大家都會開始看 大家會開始看 留意一下你這個鏡頭 停下來 究竟Kiley有沒有真的 你知道她那個鏡頭開始累了 她的眼睛開始抖雞眼了 現在就好了 Kiley覺得 你這首歌 或者拍MV的時候 的難度在哪裡 我覺得這首歌 OH MY GOD 你知不知道 我們是MV 有一個鏡頭 我要像是打球 但是 那個導師和Erik說 你要打球大力 但是沒有那麼大力 但是要輕 但是沒有那麼輕 然後我就說 蛤 然後我們打球的時候 Erik就拿了 我記得有的時候 我打得很大力 像是飛了 然後我就說 OH MY GOD 我不知道怎麼做 我很緊張 但是我覺得最後一場是很好的 我記得在MV的時候 因為我們真的拍了很久 我們吃了很多糖 因為 對不起 Erik也要減肥 但是吃了很多糖 因為真的要補充糖分 是嗎 對 薯片 還有薯片 不知道 我們那天有很多糖薯片 是薯條 薯條 是薯條 我們也有很多 scene 在MV裡面 是Erik丟薯片 進我們的口裡 或者我們拿著薯條 在那補充糖 所以在那補充糖 到處都是一盒一盒的薯條 我們就不吃了 就不吃了 就不吃了 其實我不想吃 但是他放在前面 就是丟進去 就是要丟進去 我逼著吃 自己試一試一場戲 先排一排 對 快點進去 哎呀 吃了 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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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一些舒適的食物 是你們看到 一定受不了 一定要吃的 食物 他們所有食物都是 食物都是 很舒適的 很舒適 你喜歡吃甜點的食物 對 不過幸好他們真的小 因為是15至17歲 所以 所以 你的食物比我們快很多 所以吃兩塊 然後跳兩下 都沒有了 就是這樣說 要減的時候 也不是容易的 要跑步 真的要跑步 你們會不會 身材管理這件事 對你們來說 都很大壓力 是 是 我覺得這個 可能第一個MV 最辛苦 因為 我們現在都開始習慣 要懂得去管理好自己的身材 不過我記得第一個MV 所以我們真的要很努力的減肥 還有跑步 還有 就是 我們在吃什麼 但我們現在都已經 習慣了 習慣了 不理了 習慣了不理了 習慣了 習慣了這個process 還有 有三個人可以跟我們一起去做這件事 所以都可以 會互相鼓勵一下 還會一起去跑步做運動 我記得有一個很難忘的 就是 在第一個MV之前 兩個星期左右 因為我們 拍兩天 然後第二天 我們知道是延遲了 我們收到通知延遲了 然後我們去排舞室的時候 我跟Kili 哭 哭 我們又要這樣 還要節制 有多一個星期 然後我們就在那裡 啊 有兩位啊 哈哈 哈哈哈哈 你覺得節食辛苦一點 還是做運動辛苦一點 對你們來說 節食 因為他們在這個年齡 他們真的很喜歡吃東西 他們的世界只有吃東西 哈哈 他們真的 不知為什麼很喜歡吃東西 我小時候也沒那麼喜歡吃東西 沒有辦法 你減肥一定是七成是戒口 然後三成才是做運動 沒錯 所以一定要好好選擇食物 誰最餵食的 你們四個 有沒有分的 全部都餵食 好餵食 我還想著有一個好像 這是唯一的 他們真的一個都差不多 是 這個水準是差不多 一樣那麼好 幫忙看著 不要吃著 原來沒有這個角色 我們有東西吃 比下班更開心 哈哈 因為如果以後 我們要探望他們班 最重要就是帶點 薯片 食物 沒有東西吃就不用下班 吃物不一定要薯片 吃物就可以了 給他們一些健康的食物 如果長星來探望 你們拍MV辛苦了 我拿了一男雞胸過來 哈哈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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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吃東西就可以了 他們說 對 生果那些都可以 我們喜歡吃生果 對 很喜歡 生果也頂得 吃蘋果可以了吧 好啊 好吃的 蘋果也有脂肪 但它低脂肪 對 任何東西 吃完咬咬咬 牙膏很軟 累了 累了不再吃東西了 練習一下 好玩 好玩 他們的新歌 現在剩下四位成員 聽說有個計劃 會邀請這些新成員加入 沒錯 會不會是大家找回那時候 星夢Junior那些 可能還有些漏網之餘 還是不是 我們可以新招攬一些 公開招標 對 招標 公開的 你說以前Junior 其實我們也有留意的 不過 最重要是年齡是正確 15至18歲 而且最主要是 都是餵食 Shunior說最主要不要太高 最主要不要太高 或者差不多高度 差不多高度 五尺 五尺 我不知道 他們是165左右 165左右 165左右 165cm左右 那些吧 加減67cm 可能聽到有些 有興趣想報名 大約知道 Eric Sir有什麼條件 要問清楚 除了身高之外 你覺得有什麼技能 或者有什麼要求 你覺得要加入6 要具備 要刻苦 真的 因為小孩子 很多時候 這個質素未必有 尤其是今時今日 一遇到不喜歡的東西 就不行了 頂不住 就走 不是 因為6 其實他們真的很難得 這個很難得 也是因為 其中一件 我很欣賞他們的 所以剛才說了一個好的點 是嗎 就是他們覺得很辛苦 頂不住就走 哈哈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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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誤會了 不是 不是 因為現在社交媒體的文化 就是 一不喜歡 就 swipe 一不喜歡 就 swipe 要快 要快 要抓到 你永遠都不用 被人拒絕 這個年代 不像我們的年代 什麼都要捱 所以 我經常都跟他們說 我做這行是一個 grind 你別以為拿了銀獎 就很厲害了 對 那兩年之後 大家已經忘記了 對 完全忘記了 有件事 就是 如果 一人不死 就有機會 所以這就是 偶長命 對 最重要是你對著那件事 救熱愛